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會眼前一亮 跟特朗普做的下飯都令你耳目一身 以前未做過他都敢做 因為我們特首都是公務員出身 不是政治人物出身 所以他的考慮可能是穩紮穩打 不要超越常規 但沒有這些超越常規 人家也不容易有太大的寄望 錢不是香港的重要考慮 我們不是沒有錢 我們首先要考慮解決香港人的居住需要 要花錢,政府不花嗎?不用管嗎? 反而如果你說遲點興建 這個世界越興越貴 我認為根本不用搞公司合作 或者土地共享 應該做法就是各司其職 政府的職責就是做規劃 先重新規劃過 規劃完後 就讓土地擁有者自己去發展 現在很多時候是要發展商去申請 政府規劃給你 你不興建 過了五年你都不興建 我大條道你收你 我會想像序 我估計差不多第四季 月月月都是向下 不過最初價格下詐 有過不大 二手市場的熱主 沒有那麼便宜 應 Cristo 它會守著 堅持下 過兩三個月賣不去才會選一價 而且現在一手會跌得快過二手 因為小業主手上有限貨 他不一定要賣 但是發展商每年都要交功課 他交不到功課 那些評論員會降他級 降了級 他借錢的成本都貴一些 所以我相信發展商就沒得不賣 沒得不賣